司法院,包括最后一件我昨天看到报纸写的大法庭的成立 这个都是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所努力的 是我跟总召报告 这个也是因为开了公厅会及时广义产生的成果 第二个,我今天拿6点24分 第一班的高铁到这边来 那个上卫东西我也没有签 但是我对公教人员保险法我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对考试院的组织法 我也有更多的看法 我认为说今天这个报告里面来讲到 为什么涉及到可能一些五行宪法的问题 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法令的问题里面 在开这么重大的议案之前 是不是我们法治委员会大家能不能 这十几个委员大家也彼此交一些意见 或是说比照过去针对重大议题 我们也先开个公厅会 先凝聚共识 你不管要砍人家怎么样做什么事情里面 我认为都妥事 甚至我对今天考试院的报告 我也不能谅解 我跟赵伟报告 立法院的法治委员会在民国87年 曾经做出决议报告 要求考试院的委员 做出精简人数的专案报告 而且限他半年之内就要提出报告 今年的101年的4月还是5月的考试院的院会 就曾经针对这个议题触及过 但是在全篇报告里面都没写啊 民主党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委员叫林雅峰委员 我看他在考试院的院会曾经都提到说 考试委员提出甲乙丙三案 从吴隆明秘书长开始里面就要求说 针对考试院的委员是17个人 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面对 但到底是到底要精简到多少人 曾经我印象如果没有错 有15个人假案 已案13个人 丙案11个人 而且还写 11个人是最后的底线 在考试院的院会的会议记都这样写 但是在整个我跟赵伟报告 给我们所有的资料里面也都没有啊 从吴隆明秘书长开始 那这个东西里面也都完全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那今天我们怎么讨论 你考试院的主张是什么 针对不可回避的问题 你考试委员自己在考试院会说 针对考试委员人数的精简 考试院不容去回避 要去面对它 但是我看了好多资料都看不到 从你的院会才看得到 这不对嘛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里面来讲的话 考试院也不愿去及时广义 我们法治委员会不去及时广义 那我们怎么去讨论这个东西 我们当大道义会立法委员把它决定 那如果说人家说我们立法委员表现的很差 是不是我们立法委员应该也从113个人 再精简一半咧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自公一次 我认为说有些东西里面 尤其涉及到院的 五院的组织的东西 是不是不一定要急着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拍下个礼拜也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及时广义大家合格言而知 表达一些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个人感觉会比较妥事